2005年8月18日突然传出高秀敏去世的消息 大家都非常意外高秀敏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相信很多人对高秀敏老师相当熟悉 那些年他和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笑声 卖拐卖车系列但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节目里的很多台词也成了金句 高秀敏所塑造的每一个人物个性鲜明 血肉丰满 他总是能用自己独有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台词 还有那爽朗的笑声给人物贴上高秀敏独有的标签 高秀敏老师一生有两段感情 1978年高秀敏和第一任丈夫李云喜结婚 并生有一个女儿名叫李轩 但是在1992年结束了和李云喜的婚姻 1988年高秀敏开始和何庆亏合作 并慢慢发展对感情上的依恋 何庆亏是国家的一级编剧 如果当年没有何庆亏 可能就没有赵本山的今天 因为当年赵本山春晚小品的剧本都是何庆亏写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当年赵本山非常看重他 何庆亏做编剧 高秀敏和赵本山就将节目呈现在舞台上 后来何庆亏和高秀敏走到了一起 但是却一直都没有结婚 据说是因为何庆亏并没有和前妻离婚 何庆亏老师两个人就是生活上的伴侣 可是在彼此的内心早就成为了夫妻 或许对于高秀敏和何庆亏这样活了半辈子的人 早就活明白了结婚证在他们眼中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两人一爱感情好才是最重要的 结婚证也不过是一纸证明而已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和庆亏说到高秀敏的死的时候 伤心解释说高老师的死就因为他撒得谎 如果当时他不撒谎可能就不会死了 和庆亏说别看高老师平时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其实他整个人胆得很小 当时高老师的儿子刚刚车祸在广州去世 他本想带着高秀敏去广州奔丧的 可是高秀敏却撒谎 说自己要去太原拍戏 何庆亏当时一听 他有工作就随他去了 他自己登上了赶往广州的火车 但是在处理完儿子的事情 赶回长春的时候 打电话来说高秀敏去世了 原来高老师因为有心脏问题 所以睡觉的时候只能测卧 不能仰卧 就因为他撒谎说去太原拍戏 而何庆亏未能陪伴在身边 晚上没能及时发现 所以高老师才会去世的 再听到这个消息 当时何庆亏根本就不相信 嘴里一直念着 他在太原拍戏呢 在太原拍戏呢 直到回去看到高老师的时候 才相信这是真的 当时高老师的家门口集结了很多人 都是自发来送高秀敏的 大家都为这位艺术家感到惋惜 昔日搭担赵本山也赶来送的 但是何庆回悲痛万分 一个大男人在看到赵本山的时候 更是哽咽地说 十天内受了两个打击 是啊 任谁也难承受这样的打击 而高老师的去世肯定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无法接受儿子的突然离世吧